转眼就下台也岂可耽证啊 这一句话很要紧啊 六道的反复 无论在什么警员当中 只要稍稍有一点权力 往往不知不觉 他就欺人压人了 烦恼稀奇 自自然然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懂得一点 剥弱的道理 这是金刚经对我们 很大的帮助啊 知道一切法 无有自体 当题皆空了不可得 现在就知道事实真相 就能够把这个分别执着 虽然不能完全断掉啊 总是淡掉几分 希望随着我们的时间 一年比一年看得淡 这就是你 你的功夫提升 你能够看淡一分 你的智慧就透一分 看淡两分 你的智慧就透两分 将来念佛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障碍啊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这一生 有把握决定 有把握决定往生 所以功夫不能简单 行住作物 念念之中啊 要把境界看作梦境 要知道啊 在这个境界里 一无所得 我们所有一切享受 全是夜莺古报的心情 绝对不是真实的 你就心开一截了 心地就会清静了 所以 这一手祭 就是照破我罚而知 把他逼做宝尽 不但破我知 而且破法知 身心世界 统统是梦幻泡淫 再也不执着了 再也不计较了 什么都好 发发皆如 发发皆是 这是真正恢复到 平静 当之人生在世 一切遭逢啊 遭是遭遇 遭也就是遇到 一切的遭遇 都是英国 英国 是深深事实 累积的业员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非常繁琐 佛把它归纳为四大类 报恩 报怨 讨债 还债 无量无边的业员呢 不除这四大类 报恩的 是我们叫善缘 好缘 报怨的 卧缘的 冤家债主对头了 遇到了 彼此互相残害 如过缘 缘 借得深的 就变成一家人了 没法是摆脱啊 对头来了 来报仇了 他做了你儿子 做你孙子 你就糟糕 糟糕 怎么有法子啊 缘稍微 酥一点点 就是亲戚 朋友 如果没有缘 对面不相识 没有缘 遇到就像没有遇到一样 没有缘 所以凡是人与人相聚 要晓得四种缘 都不是真的 所以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了 学佛的人开了一点智慧了 不管他是善缘 是物缘 我们都要把它变成法源 这只有学佛的人才懂得 才有办法转变 不要再继续搞下去了 继续搞下去这个事情 没完没了啊 太可怕了 善 不是永远善 善会变成我 我也会变成善 就在那里搞循环了 这个循环里面 总是善的时间少 善的时间短 我得多 我得时间长 所以这个日子很难过 人与人之间非常非常复杂 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 它的真相 知道真相呢 这个梦幻泡影嘛 不要放在心上 要把它统统放下 四时真相 莫非以往时夜云所变现 这是它的四时真相 你要不什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十分别执着 妄想分别执着 这是十 夜云呢 过去身中 跟这些人物 你是交往 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样方法来接待 你是善心 善心 那戒的是善缘 卧行 卧的手段 那戒的是卧缘 齐心动念 无不识意 既然造的有意 到以后遇到云 一定齐心 国报就齐心 所以六道十法界 就是夜阴国报 循环的相许现象 这才是四时真相 除了夜阴国报 循环相许的幻象之外 是一无所有 这是唯独佛法里头 说得清楚 说得明白 世间皆是戏场 人生是一场梦 人生是一场戏 戏也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用这些名词 都是告诉我们 不是真实的 所以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经上常讲 游戏神通 可见到佛菩萨眼里 看设法界 是西场 顺利诸境 虽利历身受 其时 皆如患儿 我们在一生当中的感受 顺经 落寿 逆境 苦受 利历身 轻身 经历 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跟诸位说 完全是假的 但是世间人 因为迷恋执着 把假的当作真的 觉悟的人 细心去观察 他就知道 完全是假的 我们在前面 曾经举了一个例子 从这个例子当中 心在处的人 业障 再重的人 都能够体会到 死实 真相 我觉得是 过去 去年 过去了 永远 不会再回来了 上个月过去了 也永远 不会再回来了 昨天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前一个小时过去了 也不回来了 前一分钟过去了 也不会再回来了 诸位想想看 这个事实是真的是假的 这是从极其粗的现象里面 教你观察 没有真实的存在 金刚经前面讲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不可得是真相 是四十真相 顺经也不可得 逆经也不可得 好人好事也不可得 坏人坏死也不可得 从不可得上看 平等了 你的心就清静了 就平等了 一切法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心就平等了 这才看出 四十的真相 那么所有一切 善悟现象是什么 缘 缘也了不可得 缘虽然变现这个像 但是像一现了 马上就没有了 绝不可得 那么我们所受的是什么 岂不是梦境 岂是戒如患 也就是如梦 这才是四十真相 智者便当自尽 有智慧的人 能够体察到这个四十 就应当自己 禁局 主恩言 就下台 岂可当正啊 这一句话 很要紧啊 六道的凡夫 无论在什么 警员当中 只要稍稍有一点权力 往往不知不觉 他就欺人压人了 这烦恼稀气 自自然然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稀气 在佛法里面讲呢 就是傲慢 贪嗔痴慢 儒家 也观察到啊 所以离记 一展开 第一篇 就说到 傲不可掌啊 这就是承认 肯定 这个习气 是余生俱来的 不是现在学的 余生俱来的烦恼啊 多声多劫的 习气啊 我总比别人强一点 总觉得 别人不如我 从前李老师跟我们说 他人真傲满稀气 没有一个人没有 举这个世间 要饭 在大陆上 常有 讨饭的 讨饭的 在这个社会上 那是完全没有地位了 平 明鉴到了极处了 平是没有财富 鉴是没有地位 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傲慢 一样有 看到一个富贵人 从他面前过 他还恨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几个臭铜钱而已 他还觉得 他还很好吗 这是实实在在的 稍稍有一点权力 他就会压人了 就会欺负人了 这就造业 所以啊 这俗话常说 世间 不如意四常八九 为什么不如意 是因为我们造的一些 不如意的业 得的这个果报 有几个人 在自己有权有势的时候 想到帮助一切众生 那就造善了 如果那么样想 那么样做 那他一生如意的事情 应该是长八九了 那么由此可知 夜应果报 自作自受 不明了 不明了 四十真相的人 遭遇到了 怨天诱人 总觉得人对不起他 社会对不起他 老天爷对不起他 哪有这种事情 这个造的罪业 更深了 远身再到 造的更深了 他将来度得更苦啊 一世不如一世 所以从这里要居住啊 真正聪明人 在台上的时候 他就想到将来怎么下台 那是高明的人 在台上的时候 为老百姓 为社会 造福 将来下台的时候 才自在啊 不但当时的人啊 尊重他了 爱戴他了 年后代在历史上 提到的时候 哪个人不尊敬他呢 哪个人不敬仰他呢 那是一个聪明人 不迷惑 所以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的时候 为一切众生造福 尽心尽力 帮助一切众生 不要以为我们没有能力 各个人都有能力 只是你的能力大小不一样 你的缘分 你的缘分浅身不一样 没有一个人 没有能力 要尽心尽力 就帮助别人 自己无论受什么样的侮辱 不要放在心里 想到什么 自作自受 我们想做一张好事 好事 好事多么 摩是折磨 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不让你的好事做成功 这什么原因呢 过去别人做好事 我障碍他了 现在我想做好事 人家障碍我 这一报还一报 没有说是没有原因的 没有 绝对没有 有果必有因 有因必有果 因果循环 所以这个后面讲 当之因果难逃 因果可畏 所以我们在受报的时候 我们要很坦然的来接受 我的的确确是善心 是好意 要想到做好事 很多人障碍我 我要知道 这是我的果报 我不能怪那些障碍的人 要想到 他为什么不障碍别人 他障碍我 必定是过去生争 我障碍他 今天他障碍我 我不怨天不由人 甘心受这个果报 我们这一笔账就消了 下次再见面就好了 就了了 这个就是 你的佛法没有白学了 你真的 他受用了 真正明白了 其实 真正发心做好事 纵然有障碍 你的这个心是圆满的 你的功德是圆满的 他不是你不做 是别人障碍 那障碍什么 众生没有福 这个人做了缘 把众生这个福的时候 长住了 他造的罪业就中了 所以佛教给我们 随习功德了 随习的功德 给修功德的人是一样大 他修多大的功德 只要我随习 我随习的功德跟他一样大 仗不了啊 仗只有自己造罪业了 他的功德还是那么大 你看佛在《楞严经》上 佛告诉沃南 法义圆臣圆满功德 这一发心功德就圆满了 他还没做了 他为什么没做呢 有障碍 但是有障碍 他的心是圆满的 他的功德是圆满的 那么由此可知 真正发心修心 没有人能障碍啊 思上可以障碍 理上不能障碍啊 形式上可以障碍 心里不能障碍啊 那颗善心 是没有办法障碍的 明白这些道理 明白这些思理 我们就想得 样样随缘就好 随缘而不盘云 知道一切都是虚幻不实 不能当真 不能计较 不能执着 确确确实实 万法皆空 社法界 一阵装淫 都不可得 精干净上说的不错 要记住 因果不空 这个不空 我们也是多次的说明 希望大家印象能够深刻 英国是改变现象的 那个能 我们就能讲能力 英国是改变现象的能力 所以境界随着这个能力产生变化 所以他是能变 社法界这个现象是所变 能所不二 在佛门里面 特别是唯实学家 我们这个大臣八大宗派里面的 唯实宗 他最重视这个 最重视这个 要用我们这个粗俗的话来说 他注重英国 学为实的人 对于英国看的最重 他晓得英国不空 所以在齐心动念之初 他就谨慎小心 不但不造物业 我的念头 他都没有 这才达到纯善了 这才真正是 断卧修善 那吉弓瑞德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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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